买个便宜货,花得更少,过得更好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本期舵手风向标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可能是目前最贵的电吹风 就是这款戴森的HD01了 那么作为这款产品的对比呢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博朗的HD780 这也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传统电吹风的代表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款电吹风,谁的风量比较大 以及呢,谁的吹起来的感受更好 然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个额外的测试 就是看一下这两款电吹风,到底谁的电磁辐射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电磁辐射这个事,很多人说电吹风吹起来有电磁辐射 可能就平时就不敢使用电吹风了 那我们这次就来测量一下 先来介绍一下这款HD01 这款HD01呢,是戴森的一个旗舰产品 其实它也就这么一款电吹风 那国内的官方价格呢,是要到2800块钱左右 那么这个产品呢,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就是这种普通版本 它带的是这个便携式包的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售价是3100块钱 它带的是一个红色的硬盒,叫中国红纪念版 那么不管是哪个版本呢 它在出现最低价格的时候 我们的主站买个便宜货都曾经去推荐过 如果各位还想买这款产品的话 那么可以去关注我们的主站买个便宜货 我们在最低价格的时候还是会给你推荐的 那时候你再购买会比较划算 不然的话,中国红的版本可能要卖到3500块钱 就一下子就贵了400块钱,还是差价比较大的 那么同样,这款作为对比的HD780呢 最低价格只有250块钱 那么正常如果你去专柜去购买的话 HD780算是博朗的中端产品 它可能要卖到800块钱左右 这个差价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如果你要购买一款HD780 我建议你多多关注我们主站 等等便宜的价格的时候再买 好,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两款对比风它的风力吧 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呢 为了模拟出真实的极端使用情况 我们两款对比风都使用的是最大风力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测试它的风速 以及它的噪音到底有多大 那么经过这一轮的风速测试呢 我们发现戴森的HD01 在它没有任何急风嘴的时候 它的风速非常大 并且它的风速的贯穿能力也很强 但装上的急风嘴时候呢 它的风速甚至是要小于HD760的风速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电吹风的噪音 我们日常在用电吹风的时候 吹的人肯定是不在乎噪音的 因此我们的噪音测试呢 我们使用的噪音机 跟这个电吹风保持了60公分左右的距离 这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环境 到底能接收到多少分贝的噪音 好了 经过刚才的测试呢 我们发现两款吹风机 它的响度就是我们所说的分贝 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 都是在73到75分贝之间 那偶然呢也可能会达到76左右 但是两个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那我们主观听起来呢 确实戴森HD01的噪音要更小一点 那我们猜测呢 可能是HD01它使用了更尖锐的声音 那导致呢 我们在音色上 可能会比HD780这种浑厚的声音 让人感觉到它的噪音会更低一些 那事实上从分贝的角度来看 它两者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 两款产品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电磁辐射效果到底有多大 那需要提醒的是呢 电磁辐射 任何产品 只要你通电了 它自然会对外产生一定的辐射 那电追风这个产品呢 辐射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电动机 在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些辐射 另外一方面是加热的时候 加热丝嘛 加热丝通电 那个才会发热 这时候在吹热风的时候 辐射量会明显增加 在电磁辐射的环节呢 我们发现两款电吹风 在靠近的时候 离得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它们都会产生一定量的电磁辐射 但是如果你当它远离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 其实电磁辐射已经变为零 或者几乎不可测得了 而这款HD780呢 它的电磁辐射在离得近的时候 出现了从0到20多的较大抖动 我们怀疑是由于它的电加热丝 一直处于接通断掉 接通断掉这样的循环中 导致这类不太精密的设备 感受到突然有了电磁辐射 突然又没有 所以跳动导致的 那么整体来看 只要你在日常使用电吹风的时候 不要把它这么顶着脑袋上吹 那基本上电磁辐射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这么来看 这个3000块钱 这个300块钱不到 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区别 那么你多花了这10倍的价格 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就是戴森这个更好看的设计 这款新人机的样子确实好看 你送给姑娘这么一款吹风机 姑娘会觉得 嗯 这就是一款吹风机 但是当你送给姑娘一款HD01的时候 姑娘会说 你在挑选礼品的时候是用心了 其实就是多花钱了吧 从设计上来说 HD01也更加的优美 比如说这是普通的造型风嘴 你日常使用的时候 只要往上一吸 就给它吸上去了 这样使用起来确实很方便了 当你想换一个扩散风嘴的时候 也是这样 同样也是这么一吸附就可以了 总之呢 你花了很多的钱 是为了戴森这个 更加美好的设计而多付出的钱 可是戴森表示呢 自己这个电吹风的马达 它就藏在这里 只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这就是科技啊 这个科技就是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为了这个专利 为了这个品牌 享受得到了更多的溢价 而花了更多的钱 那这就是 可能说这个3000块的电吹风 跟这个300块的电吹风 在实际使用的功能方面 并没有太显著差距的情况下 还会有这么多人去买戴森这款产品的原因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戴森风向标 我们对比了一个价格相差10倍的产品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 你到底会购买哪一款呢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跟我们留言 好 各位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